碳盘茶这工作非常复杂 因此公司如果要做碳盘茶 就必须要和外面那些有能力 进行碳盘茶工作的资讯公司合作 这些软体一旦导入之后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更换了 这种一旦产生收入 基本上可以一路堆叠的产业 其实是资本市场最爱的 整个碳权的发展 基本上是跟着政府的政策在前进的 这种有政府扶持的产业 讲句实在的比AI还要更稳 看你从下一站财富不间断 观众大家好我是David高明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部电影叫明天过后 David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最近国外的研究报告指出 明天过后内部电影面 所描述的地球浩劫 五颗零有可能 而且很近 2025年真实上演 讲起来这样才不到两年而已 难道地球要毁灭的吗 好为了让我们可以活久一点 全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关的减碳政策 台湾在今年的8月7日 正式成立了碳权交易所 今天这一节节目我们就来Focus 聚焦一下整个碳权交易中最关键的环节 就是所谓的碳盘查 到底碳盘查背后有多大的商机 还有哪些没有被市场发现的相关隐藏概念股呢 想要的大家好朋友们 记得麻烦各位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今天节目我们正式开始 所谓的碳盘查呢 就是把碳排放给它量化 用计算来知道这家公司 这个产品对不对 或者这个国家 它到底排了多少碳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排碳呢 还有为什么要排碳 把这些排碳的因果关系全部计算出来 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好朋友们 我们可以从台湾金管会公布的企业 低碳转型路径来看 如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整个转型路径当中 最最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实现碳中和 什么意思 你排多少出来 你要减多少回去 借此达到什么 永续发展 就像我们开始讲的嘛 我们都想活久一点 真的不要两年之后地球就毁灭嘛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看股票干嘛 应该想办法移民火星 地球是很危险的 好啦开玩笑的 如果不想当火星人 我们就要达到什么 碳中和 要做好碳盘查 那当然第一步是什么 在台湾探权教育所所成立之后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探权买卖 都需要在环保署定下的规范下 才能够进行啊 至于这个规范标准 当然就依靠碳盘查的结果来定 发现什么 碳权的登录机制 能够折底的额度上向等等 诸如此类的 因此呢 不是只有众书那么简单 要判断你是真碳权还是假碳权 还需要让相当严谨的碳盘查的流程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就知道 字有点多哦 有兴趣的朋友们按个暂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那David这边帮大家简单总结三个字 很麻烦 就这么简单 三个字很麻烦 为什么 碳盘查的工作内容很麻烦 而且每年都要持续不断的进行 不只是劳师动众 而且旷日费时 那有没有 厉害一点的方法 直接数位化 刚好搭讪今年最夯的 AI的顺风车 提供更有效更精准的即时数据的监控 加速碳盘查的进行 其实不只是AI 整个探权的发展 基本上是跟着政府的政策在前进的 这种有政府扶持的产业 讲一句实在的 比AI还要更稳 像是欧盟 美国 他们最近就规定什么 进口的产品 包含企业 还有相关的供应链 都必须要进行碳排管制 超过规范的产品 拍赛 你就不能进口 那我们台湾呢 又是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你想要出口产品到欧美市场 这一关一定要过 要经过碳盘查这个手续 来大家看一下画面上这个 今年的金管会特别规定什么 资本额 100亿以上的上市柜公司 强制展开碳盘查的工作 那之后呢 逐步拓展到中小企业 预计2029年 完成台湾所有上市柜公司的查证 当然啦 不只是已经上市柜了1000多家公司 随着这个减碳意识的抬头 我们个人估计 全台湾大概20多万家的中小企业 都是碳盘查的潜在客户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碳盘查这工作非常复杂 因此公司呢 如果要做这个碳盘查 就必须要和外面那些有能力啊 进行碳盘查工作的资讯公司合作 那这么一来呢 公司只要导入相关的碳盘查软体 你自然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跟人力 也可以更有效率完成这个工作 但重点是什么 这些软体一旦导入之后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更换的 再加上每年的租金还有维护成本 就能够让这些资讯公司得到非常稳定的收入 而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 公司的活影能力也能有机会让水涨船高 根据我们的画面上这个国际数据资讯IDC的预估 台湾资讯服务的规模 预计会从今年28.64亿美元 成长到2027年的33.52亿美元 这其中最关键是什么 就用在碳盘查 AI应用以及资安的需求 整个年复合成长率会达到5%的稳定增长 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这种一旦产生收入 基本上可以一路堆叠的产业 其实是资本市场最爱的 那问题来了 既然碳盘查的商机这么值得大家关注 台湾有哪些公司是碳盘查的概念股呢 来赶快把我们订阅按赞下去 让我们可以跟你分享更多值得关注的好公司 台湾这个碳盘查概念股 能够选择的其实真的不多 比较常听到的是什么 贝利 瑞阳 京城 冬结这些公司 但这些公司都有研发自己的碳盘查商品 也就是现在市场非常热议的股票 我相信无论上随便找一团 大家可以找到相关的讨论 之后如果想要听我们介绍这些公司 麻烦好朋友们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不过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453的林群 这家公司呢比较特别一点 他本身呢并没有研发相关的产品 而是做代理 他代理的是新加坡的新创公司 好影科技的碳中和云这个平台 那我们看好林群的原因是什么 这家公司底子稳 从这个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公司的服务项目包含什么 金融 电信 政府 医疗 交通等等 每个领域呢都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市场 这也让让林群累积了大量的用户基础 也就是说林群只要在既有的 原本就有的这些软体服务上 新增碳盘查的功能 不就可以顺水推抽一口气拿下这些客户吗 更重要的是什么 政府也是林群的合作伙伴 我们之前有提到 碳权是跟着政府的政策在走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林群不是等于立于不败之地吗 如果拿来跟其他对手相比 是像什么 电影少林足球里面讲的 全部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跟我斗 所以David认为 在这些碳盘查的概念股当中 林群的优势会比较突出一点 而在碳盘查的部分 林群主要提供了两项重要的服务 来读画面上大家看到 一个是碳盘查的顾问服务 另一个是碳盘查的工具 那所谓顾问服务 简单来讲是什么 企业内部的ESG培训 教导公司 你该怎么做这些东西 提供碳盘查的资料 并且改善生产管理等 相关碳盘查的实作课程 至于碳盘查工具 则是一个主打快速直观数位化的平台 可以自动生成图表 跟Excel数据的资料 帮助公司减少整合数据的麻烦 相信只要政府开始执行碳盘查 这些企业都会开始加定起来这项服务 有机会为林群带来不小的收益 最后呢 David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股票 你很可能没听过 他有机会在碳盘查业务上 异军突起的公司 代号8422的可宁卫 不要怀疑 我知道很冷门 虽然他冷门 但他可是台湾废弃物处理的龙头 全台湾正在运转的都市焚化炉 三分之一的焚化灰渣 都是他负责掩埋处理的 可宁卫原本的竞争基础 主要是建立在内部的智慧化平台 他可以合理推算客户排放废弃物的量 以及状况 将自己的物流资源有效运用 由于客户包含谁 包含了政府 钢铁业 电子业 石化业 还有一堆的科技大厂 这些公司在排放废弃物的时候 很多数据 对 其实是不能公开的 也不想公开 这个时候呢 当然是找老东家合作才能放心处理 在这样的基础上 这可宁卫可说是最了解 台湾整个碳排放情况的公司 因此如果公司要做一个碳盘查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宁卫的碳盘查业务 如后面上大家看到 就是在这家子公司 叫大云永续科技身上 透过他们旗下的AI数据分析 大云的永续云 可以帮助客户自动生成 这个碳盘查的报告 再由专业的顾问团队 按照供应商提出的减碳要求 进行减碳计划 像是半导体的大厂 联电去年就表示 将会加深和大云的合作 协助供应商进行温室气急的盘查 跟管理 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 能够减碳20%的目标 因为有新业务的加入 可宁卫的EPS有望从过往 非常非常稳定 大家画面上看到10到13块 往上做调整 毕竟资讯服务本身就是 细水长流的这种获利手段 我认为这家公司在未来几年的成长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除了刚跟大家聊的东西之外 何宁卫不只能够帮助客户减碳 自己收到的废弃物 也能够透过另外一家子公司 如画面上大家看到 中台资源科技做循环利用 这部分创造出来的绿能 在未来碳权交易成熟之后 也能够为公司带来额外的收益 因此可宁卫有认为 它除了是碳盘查概念股之外 未来有机会 是碳权交易的受位 所以未来表现相当值得好朋友们 多加期待 那看完了今天的节目 最后想问问好朋友们 碳盘查概念股当中 你最看好的是谁 欢迎大家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连结 了解更多探权相关的产业 未来我们还会介绍更多 关于投资理财的产业资讯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探索下赞我们下回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